如果你的文字要串接的话 那这个时候当然中间要加个分号 那你可以先怎么样 先把你要串接的资料 先从出春歌里面把它抓出来 可是抓出来你需要有个地方让它放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通常是一个自串变数 那我前面讲过VBM的变数 其实不需要宣告 直接就可以 也许我们这边给它一个S好了 S等于什么呢 如果你要串接 比如说把这个串接 那中间加一个分号的话 我们来直接来看一下 首先这边按钮直接看一下 那这里面的话呢 大概其实城市 大概就只有四行而已 OK 其实都真的不多 像我前面讲过 其实这些城市 我写城市的特色 大概有两个 第一个是 我的城市尽量是越短越好 OK 你会发现我城市都没有几行 如果其他书里面 VBA书里面写的 其实一定 奇怪 好像能 他们是越多越好 可能要赚稿费吧 你们希望能够越 不然的话 这写太少 说真的 一本书就一点点薄薄的 你没办法卖太贵 OK 所以我发现奇怪 本来可以写很少 你干嘛写那么一大堆 那第二个是说 越直觉越好 所以我的城市都是很直觉的 因为我写城市的习惯 是我看着我到底要做什么 而去把它写出来 所以我只要逻辑知道 那我就可以把它转变成VBA的城市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你慢慢熟悉之后 你慢慢就可以感觉得到 其实大概这些东西 顶多就是多一些什么 比如说回圈 这个回圈主要用途就是 因为我会有一个连续范围 所以你只要连续范围 那你就需要回圈 那如果这个回圈 我知道从哪一列到哪一列 或哪一栏到哪一栏 那我就用for回圈 可是如果我不知道的话 那我可能就用do why 前面有讲过那个do why 好像有同学问到 类似的 如果不知道这个结束的条件的话 那可能就用do why来做 那里面的话 当然我从第二列 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这个前面都有讲过了 那比较关键就是说 我怎么样去串接 那这个s 其实同学可能比较不能了解 这个s其实 当然你可以这样 前面我们用过类似s 预设值你可以先打一下 这边的话你可以 先打一个等于空的 前面好像有类似 有用到类似像这样 这个是初始词 但是如果你不给初始词的话 它其实也是空的 OK 那当然你这个s 我讲过VBA 其实你可以不宣告 也可以宣告 那如果你要宣告的话 比较正式一点就是说 宣告就是定 定一个s s什么呢 空一格 你就告诉他说 这是里面要放置串的 s string String的话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变数里面 你只能给我放置串 置串以外的东西都不能放 如果你放进来就会出错 OK 意思是说这个是他的资料形态 s 但是如果你不写这一行的话 在VBA里面 他也接受 也就是说 你不写也没关系 写了好像也可以 那所以通常如果一些简单的程式 我都尽量跟同学讲说 你不写没关系 不过未来如果说 你要写比较复杂的程式 可能资料形态 要很严格的话 也许你就宣告一下 避免错误 OK 大概会这样 然后这个其实也可以不写 因为你初始值没有 他也就是没有 那你写这一行等于就是 只是说让你比较清楚 知道说有一个变数 所以这两行我都没写 前面加个单以后 那接下来做什么呢 我要串接 所以我把B栏里面的资料 先串接一个 有没有 串接一个分号 所以他会是把这个丢过来 这一个分号 可是我要放嘛 所以我要怎么暂存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是跟你讲说 以后如果你有一个自串 那你可以什么 S End这个 这个什么 就是他加一个分号 那最后把两个串在一起之后 做什么 存到前面去 存到S OK 所以一样后面东西存到前面去 那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会加一个分号 对不对 然后呢再换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就是把这一个 再串一个分号 有没有 再跟谁串呢 跟前面的串在一起 存在哪里 存在前面 又存回来 所以再一个 串什么 串了之后 串前面这些 有没有 再跟后面这个串 再存到S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S有点像一个 有点像剪贴布啦 不过剪贴布啊 你下一次贴上它就盖掉了 但是这个剪贴布是不会被盖掉的 你可以这样联想 它有点像不会被盖掉的剪贴布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结果给输出 不过呢 每串后面都会加一个分号 所以呢 最后一个呢 你会发现呢 也会多串一个分号 那如果说你如果把它直接执行的话 会造成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今天最后要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那个range的 range的C6 C6是这个储存格啦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直接把S串完的东西直接输出的话 会有一个问题出现 什么问题呢 就是输出的时候会多一个 有没有 最后会多串一个分号 这边把它执行 这个好像 执行到下面这个 OK好 那你会发现呢 会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这个 分号对不对 那怎么样把这个分号拿掉最快呢 诶 其实 最快的方法 你想说 诶是不是这样点点 这样delete什么 那你这等于是写一半了嘛 对不对 OK 所以不是要你这样做啦 但这样也可以啦 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来的话 没关系 那记得就是 我刚刚写就是 诶 可以用laps 诶 如果用laps laps的意思是说 从左边算过来 那算到几个字呢 算到总长度 减一不就好了 OK 就扣掉一个字嘛 对不对 那我怎么去 怎么这样做这个叙述 我又打一个laps 钱瓜糊 把这个字串给他 那后面逗点 他会问你说 那laps 你的长度啊 OK 那我就是 把这个字的总长度 l1 那这个 这个变数里面的总长度 怎么样 有没有 减一不就好了 减掉一 那从左边算过来 那这样的话 相对的就会把 最后那个字给扣掉 OK 应该懂那个逻辑啦 那其实不止这个方法 你用mid也可以啦 你用其他方法都可以 OK 好 那这边的话呢 好 后瓜糊 这样的话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呢 执行过 后面的分号呢 基本上就会去掉了 按到下面那个 OK 后面的分号就不见了 OK 好 那最后的话 当然你有个email 有个email 接着当然你会想说 那VPA能不能直接 寄mail 比如说你今天希望 有一封信件 要给这些人 对 之前有同学有试过啦 其实 因为后面是补充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云端白板上面 云端白板里面呢 后面就有提到了 怎么样寄信 那当然如果你的电脑里面 本身已经有设定好outlook的话 我想设定outlook应该都会啦 这个部分你先设定好 伺服器要特别注意 外寄这个地方你可能要设定 如果你是用那个 hardmail的话 那这些一定要更改 那改完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你就直接怎么样 把后面 这些下面的程式 把它复制贴到 贴到我们那个Excel里 不过因为我这台电脑 还没有设定 因为设定可能需要点时间 如果你有这种 就是说寄信的需求的话 那你可以把这些程式 把它复制 贴到那个 我们的程式底下 那里面的话 大概就是 有哪些重点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有兴趣的同源 回去可以试试看 基本上第一个 你要先outlook设定好 第二个把程式贴上 那需要改哪些地方 特别注意 这个不用改 这边的话呢 有一个叫create object 其实在VPA里面 有这个叙述表示什么 它要把外部的应用程式 有点像当一个外挂 把它挂到VPA 本来VPA不行的 不能寄信的 可以把outlook直接怎么样 把它拉过来 变成你可以寄信的 然后呢 它前面有个set set的意思就是说 在记忆体里面 帮我产生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名称叫out app 这个名称我们自己取的 那它就会在记忆体里面 帮你把outlook开起来 可是你看不到 OK它等于是背后执行 那接下来呢 你可以利用这个out的物件 去create一个item 这个create item 有点像是你把outlook打开之后 你会寄信的话 不是要什么 新增邮件吗 create item有点像 帮你去新增一个邮件 编号0 从0开始 第一封信 然后呢 这个信件的物件 它又转成一个物件 叫out mail 所以里面的话 那个mail打开 那你势必就需要什么 给他一些相关讯息 包含就是说 你要寄给谁 的那个什么email信箱 我们刚好串接 放在c6 对不对 所以是放在这个讯词 里下的这个c6 那cc的话呢 当然就是什么 就 副本吧 对 然后当然什么bcc 就密件副本 你当然可以 你自己可以再加上bcc 不过bcc的话呢 这边有个email信箱 这个email信箱 是我的email信箱 所以如果你贴上的话 如果你忘了把这个删掉 你会寄给我 我就会收到了 可以因为之前 有同学常常练习 他也会转寄给我 我就觉得 有同学在练习 不过如果你在练习 那你不需要让我知道 记得把这个删掉 OK好 然后呢 这个subject是 这是来自VBA的信件 然后body的话 就是内文 OK 你这个都可以改 那这个attachment 指的就是什么 你的附件 那这个附件 指的就是把我现在 这一个esail档案 附加寄给对方 那如果说你将来希望 去附加的是其他档案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 上面这个 这个有没有 现在这个 这个部分改成哪个路径 有没有 就底下这一号 你可以把这个 把它注解掉 加个单引号 那把下面这个注解 有没有 把它删掉 那你就给它一个路径 那如果是esail档的话 你就是c冒号斜线 就c词叠底下 会有一个什么档 那记得副档 你一定要加 xlsx或m OK 那最后的话 sand的话 它就会自动帮你 把这封信寄出去 然后那些人就收到了 我想你可以再试 不过之前有同学 遇到一个问题 说你如果 跑一个回圈 连续寄给很多人的话 那你们公司的 伺服器 它会侦测到 会认为说你是机器人 或者是病毒之类的 所以可能会帮你封锁 那其实在esail里面 它有一个功能 如果说你要让你的电脑 你的那个程式 不要跑那么快 因为你可能跑回圈 一下全部都记完了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遇到 你希望不要这么快的话 你可以什么 利用那个 比如application 假设吧 你如果说希望让你的程式 先中断一下 那你可以用application 物件里面的什么呢 电 application物件里面 application实际上指的就是esail 那让esail里面 有一个叫wait 有没有 wait意思就是说 等待的意思 那你等待多久 有没有 它后面会有个time 那如果你不会写这个后面的东西的话 你可以在wait上面按一个f1 f1意思就是call help 它答案就跟你讲了 有没有 wait多久 有没有 这边会有一些方式 如果你不会写 请你把这边的程式复制贴上 就是这个是停10秒钟 你就把这一些 这个几行 贴到你要停的地方 那如果你要几秒钟 去加上10秒 那这应该会改吧 10分秒 如果你要10分钟 你就把加放在mini的后面 10个小时就是放在上面 ok 应该 不过前提是你的esail 是要开启状态 你只要有开启esail 而且电脑一定是开着啦 esail开着的话 那基本上它就会帮你停一下 ok 我想应该不难 所以这个应该蛮好记得 application 点位置这个啦 你就按f1 就会有答案了 ok 所以这个很外补充 之前蛮多同学都对这方面有需求 所以这个地方放在这边 另外呢 如果你记信 它会一直跳出 要不要记 要不要记 如果你要关掉的话 你可以在outlook里面 一样 这边有一个什么信任中心 把这个信任中心里面 改成那个什么 不要一直警告我 这个地方 这样子 esail vba 去呼叫它的时候 就不会一直跳 outlook就不会一直跳出 你是不是一个病毒 你把 不过你关掉之后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发生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因为这个部分可能还需要 外部的outlook配合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试一下 这个范例就主要是如何串接 那个email信箱 并且用outlook帮你把它整个寄出去 那可能需要注意的就是说 如果你需要让esail等待的话 那你可以用application点 特别是要点下去会有个wait 让它等待 在 jump 好 中文字幕——YK